本地今天新增642起冠病病例 其中6人是本地公民或永久居民 德士和私照车司机获准继续提供送货送餐服务到9月底 以帮助他们填补收入 南美洲成为冠病疫情新阵阳 巴西确诊力和死亡力持续暴增 目前已成为全球确诊力第二多的国家 别错过失诚6点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